大家好,我是Engadget的Danny 這部就是Nokia剛剛香港發佈的一部Cymbian Bell的手機 這部就是Nokia 700 Nokia就宣稱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一部手機 其實這部手機拿上手,唯一看到真機都覺得它挺小的 很薄的機身,跟之前玩過的Xperia Ray都宣揚 機身配置,機面仍然是Nokia機的三顆按鈕 電話收線和一顆Home按鈕 按鈕仍然會出Task Manager 機質,有一個相機按鈕,中間一個是Lock Spin按鈕,音韌按鈕 機頂有充電用的小針頭和Micro USB 3.5mm 近機底的位置就有一個手機扇孔 鏡頭方面是500萬像素,有一顆LED寶光燈 但仍然是這個Focus 至於這個機的背蓋是一塊很薄和很輕的一塊金屬 都可以看到這個拉絲的金屬背蓋的紋路 現在來到這部701,跟Nokia 700的分別 其實就是在於這部701的Display 就是用3.5吋的Grip Black AMOLED 這個700就是用3.2吋的Super AMOLED 還有這個700有No Air Gap的技術 那這個701就沒有的,所以螢幕的面頭的玻璃和顯示層之間是有些少的距離 但是Nokia方面就宣稱這一部是全世界最光的Smartphone 那跟另外一部宣稱自己最光的Smartphone相比呢 那其實就是這部701它上面的螢幕最高的光度是可以去到780 那就是比別人高了三成左右 那整個設計呢可以看到其實都很縮臉 那其實基本上這一部都是C7的Smartphone版本 那可以看一下機身吧 機面有一個前鏡頭,那下面仍然是這三顆鍵 那至於機邊方面呢有相機鍵,Lock screen,還有音響鍵 另外機背了,就是一個800萬像素的全幅對焦鏡頭 還有雙LED保光燈,還有兩個喇叭 背蓋也是這個不手鋼的背蓋 那不是啦,跟700一樣呢 它的NFC晶片的感應位置是在鏡頭再上少少的位置 那最後就是機頂了,就有一個Micro USB,3.5mm,還有這個電源按鍵 那跟這個Nokia 700一樣,Nokia 701都是在內在方面 就有一點升級,那就是在走一顆1GB的CPU 那但是呢,由於這個軟件我們看過 是一個比較舊的軟件的版本 那工程人員那邊都有跟我們提過 是一個沒有fine-tune過的版本 那所以呢,在操作上面是有一點點遲鈍的 那至於正式版的時候怎樣呢,就要留意我們的評測啦 這個軟件的評測 我們要不要在等待 現在可以做一些軟件的評測 那這點是有這個軟件的評測 就是這個軟件的評測